接下來我跟各位介紹一下 到底你用這個管理跟你的一般用軟體去收信証 做管理有差別在哪裡 首先第一個其實像以Google來講的話 它有一個很好的一個功能就是所謂的揮畫群組 揮畫群組 其實我們用Gmail也可以收各位的公共信証的信証 因為公共信証的資源POP3 他可以收 那為什麼我會喜歡用這個功能?我先問一下大家 你有沒有一個經驗 比如說我今天一封信傳給對方 對方可能是要回一封信給你 那中間這個來來回回也許搞不好可能要五六四甚至更多 那每一次來回是不是一封信 所以就來個五六四跟五封信 對對對 它預設就有一個揮畫群組 所以我們看一下 我看一下這裡有沒有 你可以看到這裡有沒有 有沒有發現後面有一個數字3 因為跟他來來回也三次 這樣你了解意思 所以打開的時候呢 第一通第二通第三通 所以你可以要看哪一通就這樣打開 因為講的是同一件事情 所以這樣有沒有發現找東西比較方便一點 然後 然後下面這段不錄 也有給你看我信箱裡面的 好那接著我們來看他還可以做什麼 統整各個帳郵件帳號 並且很重要的 對後面做這個垃圾郵件過濾 我可以問一下請問你說那垃圾性的頻率大概多少 很少 很少 真的嗎 你們都很少說到垃圾性嗎 有稍微擋一下 那是捨得斷有稍微擋一下對不對 但是我們一個禮拜來講的話 你大概平均一個禮拜會收到幾封 應該五六三應該跑不掉吧 個人信箱 個人信箱 更不用講 Highnote我們現在有個感覺就是只有垃圾沒有信箱 不是嗎 可是他現在也有在做改變了 好像最近還有在做一個更新 就是要重新辯證你的那個信箱 可能會好一點 不然早期的話 MSL的那些信箱 實在是 就很糟糕 就是都是垃圾性比較多 那 那一般來講 其實像我自己用這個 虛擬信箱的話 大概一個禮拜可能收到 一兩封 甚至有時候一個禮拜都沒有 沒有任何垃圾性 你不要忘記一件事情 垃圾性要不要花時間處理 要啊 如果 早上一來心情不錯一打開 一堆垃圾性 心情馬上就變差 希望呢 一進來就是殺殺殺殺 殺氣這麼重 對不對 那所以說其實 他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他除了 居沒有本身的信箱以外 現在有個自由還有整合其他 的那個帳號 那他在收進來的過程裡面 就會順便幫你把垃圾性又過濾掉 等於說 也許 別的信箱裡面有垃圾性的 可是他收進來之後 看到這是垃圾性 就自動幫你過濾掉 就過濾掉 這樣是不是 感覺好一點嗎 不過說真的 我有時候還是會去做資源回收 為什麼 為什麼 還是會有發現 有些時候 有些人的信箱 會自動進貿掉垃圾性 對 有些時候會 所以 偶爾我還是會去收一下 還是去找一下 看看有沒有可以支援回收的 我會再把它收回來 但是很少 老實講是蠻少 就是比較特殊級的情況 那所以我會 透過一些整合的方式 把別的信箱先加進來 那我這邊我就先不錄 我給你看一下我的整合哪些帳號 你看我收了很多帳號之後 我們現在再來看的就是這個 你要會用標籤 要用標籤 那什麼叫標籤 你可以自己自動標籤也可以 也可以怎麼樣 用信箱當作標籤 像我剛剛講的 你從哪個信箱收回來的 我就從那個信箱看 就自動標示 這是從哪個信箱收來的 那我回信的時候 我可以自己指定 預測是 你要哪個信箱收 就用那個信箱回信 好 就用那個信箱回信 那這裡呢 我先給各位看 一般各位平常你們 進去之後看到的版本 就是像這樣子 都是這樣子而已對不對 那標籤到底要怎麼用呢 你可以看到 你有沒有發現我這裡好像有一個叫工作 嗯 那你可以從這邊 你可以一次一封也可以等下一次多封 從這裡 有沒有可以支標籤 你可以把你常用的 比如說這是哪一個 因為預測它有幾個 但是你可以自己建立新的 甚至是管理 比如說你可能是什麼樣 哪一個工作的 因為可能不管工作搞不好那個信箱 不一樣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好那你可以從這邊去設定 建立新的信箱 那下次呢 你就可以用勾的 比如說這是屬於工作的 又是屬於 最速鍵 對不對 有的可能最速鍵 然後馬上辦的 好那你可以 不然標籤可以去整合 這樣你瞭解了嗎 那標籤也可以設不一樣顏色喔 比如說你看我再建立一個新的 比如說我一個 好我就建立齁 OK 那麼 你現在我建立了一個之後呢 有沒有發現這裡都有最速鍵 但是這樣好像看不太清楚齁 因為最速鍵大部分都是什麼顏色的 紅色的 黃色看多了 心張都跳很快 也很急吧 所以你看左手邊來 你看這邊 欸 我劍打錯了 沒關係 好啦沒關係啦齁 有沒有看我 來你看這邊 有沒有發現旁邊有個參照型 按一下 這個 有沒有不同顏色 有齁 換一下 有看到 接觸鍵變了嗎 有 這樣是不是 郵件進來 好像那個輕正緩級看得比較清楚一點 對不對 所以應該還不錯吧 所以你要會用這些東西 那像這些東西其實在Outlook也沒有 有沒有 應該沒有 他有資料夾的概念 但是就 你要搬來搬去的 而且他一通信只能滾到一個資料夾 沒錯 好所以 所以用標籤 事實上我們再問就比較容易 那當然你也可以再問前面這個 前面這個 很重要的 就可以加信號嘛 也可以啊 但是你不要忘記啦 九了之後還是滿天星的 每個都重要 這等於都不重要 你就不可能去找他 那麼 有一個 這個比較特別的是這個 這個是什麼 你看看滑過去 這個 列為重要郵件的 這個也可以 可是你從這邊大概看不出這有什麼差別 這個可能要用我的 我的畫面給你看 不過這個又要藍色一下了齁 剛剛你看到 因為我開始錄影了齁 你有看到我那邊就是 平常在那邊信長之後 可能你這樣對這個標籤就會比較清楚 你看 點到這邊你看 工作的 就是一個 好 然後呢 這邊就是 這樣就列出來了 好 那 有了這些之後 還有什麼可以玩的 我們大家再看一個齁 這一段我先